今天玩得开心吗 开心 二叔还给我买了一个小汽车 二叔 二叔就是夏俊叔叔 他说今天开始我应该叫他二叔 你们三个今天在一起玩 妈妈呢 我妈妈在睡觉呢 妈妈在哪里睡觉 我本来想和他一起睡的 可是妈妈他好困 二叔说不要害他被奶奶骂 嗨 仲萌 你怎么来了 刚刚路过 看见你车在外面 就进来了 坐 请慢用 不是才做完一场大手术吗 少喝点酒吧 本来有件事情不想来麻烦你 既然在这里碰到了 索性就告诉你吧 我想把迪亚影视公司的三成股份 卖回给你 为什么 我想清楚了 既然分手了 就不要拖泥带水的 免得我以后的男朋友误会 这件事情我会交给剑东去处理 那好吧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少喝点酒吧 保重身体 去查一下 他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去查一下他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尤其是经济方面的 好 现在去哪儿 回家 爸爸 爷爷怎么还不来呀 我都等了好久了 应该快到了 坐好 来 来 慢点啊 爷爷来了 伯母 爸 童童 你看这是谁呀 快去 爷爷好 好 童童好 知道爷爷是谁吗 知道 好 是爸爸的爸爸 爸爸的爸爸 爸爸的爸爸 好好好 童童真乖呀 真乖 那你告诉爷爷 你几岁了 快五岁了 过完生日 就可以上学前班了 哦 真好 童童 你不是有礼物要送给爷爷吗 爷爷 这是我昨天在书法课上写的 老师还表扬我了呢 爷爷喜欢吗 喜欢 今天玩得开心吗 开心 二叔还给我买了一个小汽车 二叔 二叔就是孝俊叔叔 他说今天开始我应该叫他二叔 你们三个今天在一起玩 嗯 妈妈呢 我妈妈在睡觉呢 妈妈在哪里睡觉 我本来想和他一起睡的 可是 妈妈 他好困 二叔说 不要害他被奶奶骂 嗨 仲萌 你怎么来了 刚刚路过 看见你车在外面 就进来了 坐 请慢用 不是才做完一场大手术吗 少喝点酒吧 本来有件事情不想来麻烦你 既然在这里碰到了 索性就告诉你吧 我想把迪亚影视公司的三成股份 卖回给你 为什么 我想清楚了 既然分手了 就不要拖泥带水的 免得我以后的男朋友误会 这件事情我会交给剑东去处理 那好吧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少喝点酒吧 保重身体 去查一下他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尤其是经济方面的 好 现在去哪儿 回家 来 爸爸 爷爷怎么还不来呀 我都等了好久了 应该快到了 坐好 来 慢点儿 爷爷来了 伯母 妈妈 晚安 妈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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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